当我们谈到意识扩展 很多人可能会联想到 无为空间的奥秘 这种想法并非空学来风 而是建立在我们如何连接到 更深层次的自我人世上 冥想作为心灵练习的一种 能够帮助我们达到这种连接 开启意识的新疆界 究竟冥想如何运作 为何它是通往更高意识层次的关键 在我们的忙碌生活中 冥想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 让我们停下脚步 向内探索 透过冥想 我们学会放慢呼吸 观察自己的思绪 而不是被他们带走 这种自我观察开启了一扇门 让我们能更深入地理解 自己的心理和情绪模式 随着练习的深入 冥想不仅仅是一种放松或减压的工具 它变成了一种探索自我本质的方式 这是通向五维空间认知的初步阶梯 但冥想的威力并非一蹴而就 它需要持续地练习 和对内心世界的诚实面对 当我们逐渐习惯于静坐 我们的意识开始拓展 不再局限于日常生活的琐事和烦恼 在这个过程中 一些人可能会经历深层的灵性觉醒 或是对生命更全面地理解 这种深刻的内在变化 是冥想带给我们的宝贵礼物 它不仅改善了我们的心理健康 还提升了我们的振动频率 使我们更接近于宇宙的基本频率 这就是为何冥想能打开通往五维空间的大门 它提供一种调和内在与外在世界的方法 透过冥想 我们学会如何放下那些束缚我们的思想和信念 开阔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这种意识的扩展让我们能够体验到更广阔的现实 进而触及五维空间的层次 当我们在冥想中达到深度放松和高度集中的状态 我们开始感受到时间和空间的不同层次 这种经验可能初看起来超现实 但却是探索宇宙真理的一种途径 因此冥想不仅是关于找到内心的平静 更是关于解锁我们内在潜力的关键 第二个方法 开放心灵与爱 当我们谈论到灵魂与宇宙的连接时 开放心灵与学会爱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如何才能真正打开我们的心扉 让爱自由流动呢 我们首先需要理解 爱并非仅止浪漫的爱情或家庭之爱 而是一种更广泛 更深远的存在 它是对生命的热爱 对自然的敬畏 对周遭世界的关怀 要开放心灵 我们需要学会放下 放下过去的恐惧 放下那些限制我们的旧思维模式 这并不意味着忘记过去 而是从过去学到教训 并以全新的角度来看待未来 当你放下这些包袱时 你会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盈和自由 这种轻盈和自由 让我们更容易感受到 宇宙的能量和指引 你会开始注意到 那些平常可能忽视的小事情 它们是宇宙在与你沟通 这种沟通方式被称为同步性 即你的内在思想和外界事件之间的神奇对应 学会无条件的爱 意味着先从爱自己开始 对自己的每一部分都表示接受和欣赏 即使是那些你曾经不喜欢的部分 当你爱自己时 这种爱就会自然而然的溢出 影响到你的周围 你会发现自己对他人的判断减少了 对他人的同理心增加了 这种爱是一种治愈力量 它可以帮助我们和周围的人治愈心灵的创伤 每当我们选择用爱而不是恐惧 来回应生活中的挑战 我们就在为世界带来更多的光和爱 这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理念 这是一个可以通过行动每天实践的过程 如何开始这样的实践呢 试着每天花点时间来做冥想 静静地坐着 听听自己的内心 这时不要评判 不要急于寻找答案 只是单纯地观察自己的思维 这可以帮助你清除内心的杂音 使你更能听到灵魂的呼唤 随着心灵的逐步开放 你会发现你对世界的感知也在改变 你会更加珍惜当下的时刻 并更深刻地体验生活中的每一刻 这不仅改变了你对生活的感受 也扩展了你影响他人的方式 第三个方法 与自然连接 在我们探索如何让灵魂 进入无微空间的旅程中 其中一个极为关键的方法 就是与自然建立深层的联系 想象一下 当你走进森林 脚下踩着厚厚的落叶 空气中充满了树木和泥土的芬芳 这些简单的自然场景 有着让人回归宁静本质的力量 为什么与自然的深层连接 会对我们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呢 原因在于自然是一个强大的能量场 它可以提升我们的振动频率 使我们更接近于高维度的存在 当我们身处大自然中 我们不只是在外在环境中游走 我们的内在世界也开始发生变化 透过亲身体验自然的美好 我们能感受到一种超越日常的宁静 与和谐 这种和谐是内在振动提升的表现 当你的内在振动与自然界的振动同频 你会发现心灵变得更加宽广和开放 想一想那些在山巅上远眺的时刻 或是在安静的湖边 听着水声沉思的片刻 这些时刻 我们不仅仅是在观赏风景 我们是在与宇宙进行无言的对话 我们的心灵在这些宁静中找到了回想 这些自然的力量让我们的意识得到扩展 让我们更靠近那个高维度的自己 在自然中 每片叶子 每一块石头 甚至每一阵风都搭载着地球的能量 当我们与这些自然元素接触时 我们是在读取地球的记忆 我们的灵魂与自然的灵魂交融 这是一场深邃的融合 是心灵与宇宙之间的桥链 对许多人来说 自然不仅是一种逃避现实的避风港 更是一种灵魂的静化 走在林间小镜上 听着鸟的歌唱 感受阳光穿透树叶的斑驳 这不仅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休息 也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洗涤 这种与自然的深层次联系 也是一种灵魂的训练 当我们学会如何在自然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 我们也学会了如何在人生的旅途中 寻找方向 这是一种智慧 它来自于对自然界深刻的理解和尊重 第四个方法 创造性表达 当我们提到创造性表达 往往想到画画 写诗或是舞蹈 但你有没有想过 这些活动不仅仅是兴趣或爱好 事实上 它们是一种强大的工具 能够引导我们进入一个更高的意识层次 创造性表达 无论是通过艺术 音乐还是舞蹈 实际上是一种释放内心深处频率的方式 当你沉浸在创作过程中时 你不仅仅是在做一件作品 而是在和你内在的频率对话 这种对话 可以解锁我们灵魂的深层潜能 想象一下 当你创作时 每一笔 每一音符 每一部舞蹈 都如同在五维空间中发射信号 这些信号共鸣 回想 与宇宙的频率相吻合 是的 创造性表达 可以提升我们灵魂的振动 让我们的存在超越物理形态 这不仅仅是艺术家的专属领域 每个人都拥有这个能力 都可以透过创造性表达 来扩展自己的意识 不需要专业训练 你所需要的 只是勇气去表达真实的自我 创造时 你会发现 自己开始与不同的感觉和情绪共鸣 这不仅仅是在创作艺术作品 更是在编织你灵魂的多维故事 这个过程中的每一次呼吸 每一次心跳 都在加速你进入更高维度的旅程 当我们谈论进入五维空间时 我们谈论的是一种更纯粹的存在状态 在这个状态中 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将变得模糊 而我们的创造性表达 就是进入这个状态的门票 你可能会问 五维空间是什么 简单来说 它是一种超越了我们物理三维世界 限制的意识状态 在这里我们不再受刀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限制 一切都是可能的 透过创造性表达 我们激活了一种称为灵魂光谱的概念 这是我们存在的多维度展现 每个人都有独特的光谱 当这些光谱被激活时 它们开始与宇宙中的高频震动同步 这不仅是关于个人的成长或自我实现 这是一场集体的进化 一次对更高意识状态的集体觉醒 第五个方法 学习新知识 当我们谈论意识的扩展 往往让人想到是某种超凡脱俗的经历 但你有没有想过 学习新知识本身就是一种令人兴奋的探索 学习不仅仅是填压式的记忆事实 更是一场心灵的旅行 每当我们接触到新的知识 无论是通过阅读一本书 还是参加一个研讨会 我们的世界都在不断扩大 学习新知识 让我们能够超越既有的认知框架 探索未知的世界 它不仅仅是知识的累积 更是一种思维的革新 想象一下 每次学习都像是在心灵的地图上 开辟新的领域 这些新领域逐步连接起来 形成了一张丰富多彩的内在世界地图 在这个过程中 你会发现 学习新知识 并不仅仅是为了职业发展 或学术追求 它是一个让你的灵魂 进入更高维度的必经之路 通过学习 我们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 进入一个更为广阔的意识领域 现在 让我们来探讨 如何有效的学习新知识 使其成为扩展意识的工具 首先 选择你真正感兴趣的领域 进行深入探索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当你对某个领域充满热情时 学习就不再是负担 而是乐趣 接着 不要害怕挑战自己 学习新知识往往伴随着不确定和困难 但正是这些挑战促使我们成长 每一次的挑战都是自我超越的机会 是意识扩展的催化剂 此外 多角度的思考问题也非常重要 不要仅仅从一个角度接受信息 而应该学会批判性思考 这种多维度的思考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打破思维定式 开辟思想的新天地 同时与他人共享和讨论你的学习成果也十分重要 交流可以激发新的想法 增进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 每一次的对话和讨论都是意识扩展的机会 记得 持续学习是一种生活方式 而不是一个目标 把学习新知识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让它自然而然地融入你的日常 第六个方法 实践无条件的爱和宽恕 当我们谈论到意识扩展 很多人可能会想到冥想 离家甚至是各种灵性修炼 但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最直接也最具挑战性的方法之一 就是实践无条件的爱和宽恕 是的 无条件的爱和宽恕 这不仅仅是一句漂亮的口号 而是一条能够引领我们灵魂 进入更高维度的实际道路 想象一下 当你选择不再抱持任何怨恨 当你看待每一个人 每一件事都充满了爱和宽容 你的世界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这不是关于他人怎样对我 而是关于我怎样对待这个世界 无条件的爱 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 对任何人都保持一颗开放和接纳的心 无论他们是谁 无论他们做了什么 你的爱和宽恕都是不带条件的 这样做的挑战在于 我们需要超越自己的限制 放下那些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恐惧 释放对过去的痛苦 对曾经伤害我们的人释放宽恕 这听起来可能很难 但这正是扩展意识 达到灵魂深层自由的关键 当我们开始实践无条件的爱 我们会发现自己与内心的联系越来越深 你会发现 你的内在世界开始变得更加宽广和丰富 恐惧和怨恨像是重担一样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深的内在平静和喜悦 这种状态不仅影响你一人 它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个人范围 当你开始用爱来对待每一个人 你会感染周围的人 进而改变整个社会的氛围 你会发现当你用爱来应对挑战 用宽恕来回应冒犯 整个世界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你 而这一切都始于一个简单的决定 选择爱 选择宽恕 选择放下过去的痛苦 选择不再被救的模式和习惯所限制 这是一条通往更高意识层次的道路 是一条能够真正改变生活的道路 无条件的爱和宽恕是最高形式的灵性实践 常言道探索改善人生 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领悟人生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 才有我们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